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24号 是以海花园封控管控的算是第三天吧 昨天呢我上传了两段 每段呢大概15分钟左右 题目呢叫做来自以海花园的小报告 这个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无非呢就是在管控区里的一个老百姓 那么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管道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把我这个非常狭窄的视野所见到的情况 跟大家通报一下 跟关心这个以海关心我的朋友们 报个平安通个气 今天我想讲的呢 应该算是来自以海花园的小报告的第三段 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呢跟以海花园有关和跟这个抗议政策制度有关的新闻和消息 大概我就选了两条吧 第二呢是讲讲的以海花园内部的一些我看到的情况 比如说呢今天我去了小超市 我去了社区医院 然后呢这个到北门和西门呢 又看了看 这个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呢 我们这个院里面小超市里的蔬菜的价格 这个我特别做了一点点拍照 是这样 关于这个有关的新闻和消息呢 是北京市的这个疫情防控呢 他这个会上呢发布了这样的消息 我是看到呢 北京青年报的客户端所做的推送 他第一条呢叫 丰台区再增八名感染者 最新丰控区管控区涉及如下的点位 他是这么一条消息 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呢 有一条消息讲的是呢 也是这个会上说的 叫绝不允许以健康码异常 无核酸结果为由 拒收极微重症患者 这也是青年报客户端 今天下午五点钟发出的消息 那么关于第一条呢 是这样的 第一条是内容是这样的 他说呢 1月24号呢 北京市第27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召开 然后丰台区政府的副区长博兰通报呢 该区疫情信息和相关处置情况 说呢 这个 1月23号下午的14点到今天的下午14点 丰台区新增6例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管控人员 均为管控人员 现已转入定点医院 波兰表示呢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丰台区坚持上下同心 持续加强防疫管理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全力确保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安全稳定 然后他讲的是呢 经过科学研判 确定呢 以万柳原小区正盲坟141号院 玉泉营212号院 玉泉营国品公司 新南郊冷库 经全仓储后院 宜兰园 一区二号楼 一鹏院一区三号楼 六号楼 马家楼村平房区 马家楼 一百七十号八号 一百七十号院八号楼 南亭新院北区七号楼 下面就是 以海花园 恒丰园一号楼 即北侧商业区 为管控区 关闭周边七小行业 人员实行十四加七健康管理 要落实区域封闭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的要求 于隔离第十一 四 七 十 十四 十六天 满21天进行核酸检测 并使后续病例发生情况 调整隔离方案 这个里面提到呢 以海花园 恒丰园一号楼基北次商业区为封控区 就是人就不能够足不出户了 是吧 落实十四加七健康管理 落实区域封闭 足不出户 是吧 人呢就应该不能够出自个加门了 那么以海花园的其他区域为管控区 就是我们这些区域 主体就是为管控区 要关闭周边七小行业 人员原则上实行十四加七健康管理 落实人不出区 严禁聚集的要求 于隔离第一四七十满十四天 进行核酸检测 使后续病例发生情况 调整隔离方案 这是管控区 那么这个我今天呢 这个下楼的时候下午呢 我到这个小超市呢 去买了些菜 然后呢又买了一点肉 准备呢煲饺子 是吧 这个反正在家里面也有时间 然后呢 我从这个小超市出来以后呢 我就沿着这个银行那条路 南北向那条路的建行边上 从小超市出来 一直往北 从北呢 沿着这条路呢 往这个东 就是往北门方向 实际上呢 这条路呢 就是被封闭的横峰园 南侧的那样的一条通道 那条路 我问了这个保安人员和这个走路的 我说横峰园就是 是不是就是北边的这条 这几庄楼 说是的 是北边的 这个楼呢 是方方正正的 应该说是一海六七以后建设的楼 比我们住的这个 这个负责员三号楼呢 要 要 要 进宫的晚 晚个几年 然后这个楼呢 应该说是 正南正北 方方正正的 户型呢 应该比较好 呃 在那边住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进去过 那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 横峰园一号楼 应该是在这一排的这个横峰园 从西往东 在以海最北侧 院内 是吧 北门院内 从西往东呢 应该有十几庄楼 那么从那边数过了 中间呢 是以海 这个八中的这个国际部 是一个中学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 再往东 就是往北门去的 那个南北向的路 北门去的北门内侧呢 这个路东 就是那个以海的底商 那个特别大的超市 里面有餐厅啊 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呃 原先的时候呢 没有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没有风控的时候呢 我们在小区里面买菜 基本上呢 汇到这个大超市里面来 因为大超市里面 种类也比较多 也不那么拥挤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在这个 大超市往南 有一幢呢 横峰园的八号楼 紧挨着这个大超市 八号楼下边那个路口的拐角 有蓝色的帐篷 蓝色的帐篷呢 写的是呢 疫情防控期间呢 面食的一个临时供应点 可能里边呢 会卖些馒头啊 烙饼啊 和 和面条 我没有走太近前去看 然后我看了一下呢 这个问了 站在前边的 一位直勤的小伙子 他可能有30岁左右吧 我问他呢 这个横峰园的八号楼 有没有封 就是后面 八角的这个 他说这个八号楼也封了 也封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 在大超市边上的餐厅里面 是不是那个拉面包子铺啊 这个好多家拉面包子 那个包子铺里面 或者其他的呢 这个 在这个里面 确诊病例 他实际上呢 是住在 横峰楼的八号楼里面 那是不是 这个餐厅的老板 帮他的员工 这个租的 这个房屋呢 做集体宿舍 这个我就没有再细问了 所以这个楼呢 也封了 那么横峰园一号楼封了 八号楼封了 一号楼过来 可能三号楼也是封着的 加上这个巨大的底伤 是吧 好几层 然后有这个超市 都封掉了 然后我问这个保安呢 这个 这个服务人员 我说这个八号楼 再往东 那幢楼也是横峰园 封了没有 他说 那幢楼就没有封 那么这样看来呢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 封控的管控 在一海花园里面 还是呢 有一些规则 还不是那种 不分清货灶白 一概封掉 那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一海花园里边 里边 我走的路上呢 也听人讲 听人讲 就是说 这个 还是 太久了 是吧 14加7 这个 不管怎么说 21天 横跨这个春节 横跨春节 实际上呢 这个 确实是太久了 太久了 然后刚刚呢 这个 呃 我们有一个 责源通知群 是吧 有200多人 123号楼 这个三个楼里边 那么这里头呢 刚刚又发了一个 社区的 给住户的通知 是吧 他说呢 尊敬的各位住户呢 接新村接大通知 明天早上7点 伊海花园小区 全员核酸检测 为保证核酸检测 顺利进行 请大家提前 健康宝预约 预约选择 大数据筛长 新村街道 3603核酸采样点 采样点 如下 就是三期的广场 还有四期的广场 我们家楼下这块呢 是四期的广场 另外呢 有丰 九号楼 就是 就是这个 横丰园九号楼的东侧 横丰园一号楼的楼口 建航 就是负责员六号楼的北侧 人工湖 就是横太园六七号楼的南侧 还有横丰园二十号的楼后 商业街 方泰的门口 请大家按照疫情防空要求 前往检测时 要做好防护 是吧 有序排队 间隔一米 还要感谢我们的 支持和理解 支持和理解 这个呢 是 这个 实际上呢 就是 现在 整个小区里的一些 基本情况 那么现在呢 应该说呢 也已经落实了 就是我们这些人呢 这个 春节之前 肯定是出不去了 因为 原则上 十四加七 健康管理 我们人是不能出小区 然后呢 也要避免聚集 因而呢 从这个二十二号开始算的话 我觉得应该在正月初几 差不多破屋以后 出屋以后 才能够考虑 这个看看能不能松动 能不能 这个 出小区了 这是现在 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么 另一条新闻呢 另一条新闻是 北京 绝不允许 以健康码异常 无核酸结果 为由 拒收 极为重症患者 这个显然呢 是吸取了 西安的教训 当然也可能呢 北京的管理呢 比西安的水准 要稍高一点 这个 高不了很多 但是呢 应该说 也是会稍高一点 那么它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 在以前呢 据我所知呢 应当是发生过 因为核酸检测 是吧 或者是健康码异常 导致急重症患者 出现危险 生命危险 甚至死亡 这样的个案 这种病例 至少 过往的一两年之内 是有过的 是有过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呢 根据疫情防控中策 北京市划定了封控区和管控区 为保障好市民就医要求 本市指定区域医疗中心等有关医院 作为本区封控管控区域集中 和居家观察人员 极为重症患者就职定点医院 和定点发热门诊 同时 指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居家观察人员健康监测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及时告知辖区有关居民 本机构联系电话等联络方式 并做好 应答解释工作 是吧 而且呢 要保证呢 各区这种医疗服务保障24小时支手电话 加强指手力量配备 确保呢 有紧急情况能打得通 联系上 找到人 办成事 是吧 这些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李扬说呢 要紧定封控管控区域集中 和居家观察人员 特殊人群 重点人群就准需求 特别是掌握透析 和放化疗患者 产妇 新生儿 等特殊人群数量 分类细化 医疗服务保障机制 畅通 沟通 救治渠道 确保治疗的 连续性 和及时性 这个 还有呢 就是 急救中心呢 加强指手调度 及时响应 加强与中高风险 街区乡的 这个 管控社区 村 集中观察点的协调联动 专车 闭环转运 全力 满足市民急救服务要求 各医疗机构严格执行 手诊负责制 绝不允许 以健康码或形成码异常 无核酸检测结果 或检测结果超过时限 等为理由 推诿拒收 极为重症患者 延无治疗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读了这么多呢 其实也是 是一边读呢 一边领会 是吧 一边领会他的意思 今天下午呢 因为我要去给我自己开药 是吧 到这个社区医院 然后呢 我也问到了这个医生呢 我说这个 我看到有救护车可以进来 是吧 救护车这个情形怎么样 那么 救护车现在看起来 来去是方便的 打了这个救护车呢 应该说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正好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街坊呢 来说 他嗓子有点疼 嗓子有点疼 能不能开药 那么这个整个医生来讲 社区医院 不能够 为这个咽喉肿痛 有发热症状的病人 提供治疗 是吧 我发现呢 这个负责挂号 手门 扫码的这位 这位 这个 医务人员 他非常紧张 他说你的咽喉肿痛呢 你就不要靠近了 你就要在外边 来讲话 然后呢 这个 如果说你需要治 你不能在社区治 你只能到 有这种设施的医院去治 是吧 只能到那去治 怎么治呢 因为 因为你出不去嘛 所以说呢 你就需要打120 我也问了 打120 然后呢 要到居委会报备 120进来救护车 接上你 把你送到 有这个发热门诊呢 这样的一些医院 先做这样的一种筛查和治疗 然后正是因为你有了报备 是吧 救护车 才能再把你送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很多 咽喉肿痛的病人 我相信呢 他不是那种重症急症 如果说需要治疗 或者暴露了自己咽喉肿痛的信息 就要被救护车 拉到医院 然后再救护车送回来 这样的一种情形 是不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那么我觉得 可能有点这个 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我自己呢 想不出来 不知道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今天呢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呢 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 购物情况 买菜呀 买吃的这些情况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群里头有一句话说 有一种通知 有街道街道的通知 说下午三点 以海社区内的商业要全停 是吧 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正好我也吃完中饭 包子饺子 我要出去走走 我要去医院开药 是吧 那我就顺便出去呢 再看一看 那这时候呢 看到有不少的人呢 出来买菜 是吧 小超市呢 里面这个还是人挺多 然后呢 在另外隔壁 靠近我们这个楼 理发店边上 有一个门脸呢 又打开 算作呢 这个这个以海立员 小超市的一个分店 是吧 大家呢 也排队呢 往里走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排队呢 先买了一些蔬菜 又买了一些蔬菜 那现在看起来呢 既然春节都不能出去 那随时呢 家里面的菜 一边吃 还要一边更新 能买的时候呢 要尽量买 那前边我讲过呢 以海花园是可以接收快递的 我确实也在西门和北门 看到了 有街坊呢 在去取自己的快递 有人拿着快递进来 可是现在 我让我办公室 让郑宏给我寄的东西 他告诉我 以海花园这个地方 顺丰快递 已经不接单了 不能够往这个地方派送 其他地方 到丰台 到我们这个小区 是不是新的快递 全国各地 还能够继续往这个地方寄 我觉得就很不好说了 因为我没有去下过单 是吧 有兴趣的人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给我寄点东西 试试 我们这个地方 还能不能寄得进来 这是玩笑了啊 这是玩笑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 到了这个小区里头 我拍了一张照片 本来这个 想选一个角度呢 因为涉及到 这个大家的隐私嘛 是吧 还是不要拍到人家的面容 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呢 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 包括我 因此呢 也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了 上回的手机上的这个照片呢 不太好看 是吧 不太容易看清楚 大家看看呢 这个就是以海律元超市里边 下午三点半钟左右 我去购物时候的基本情况 看起来还是红红火火 生意兴隆 是吧 生意兴隆 那么我呢 买了一点点这个猪肉 买了一点点猪肉 买了猪肉之后呢 其实我看到呢 就是说 猪肉的价格 36块8毛 39块8毛 45块8毛 不等 45块8毛 不等 这个 其他的这个菜价呢 应该说 对了 这个猪肉的情形呢 比大概 十多天以前 我在我们那个 被封掉的大超市 应该说相比呢 要贵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 我听到声音说呢 广播说 这个猪肉呢 15块8一斤 那么这时候呢 已经35块8 是不是新涨上去的 我不太知道了 是吧 大家看看呢 这个 蜜薯干 是吧 是17块8毛钱一斤 玲珑千玺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19块8一斤 大家看看 我所拍的这个 这个架签 是吧 看我拍的架签 然后还有其他的 我拍的有大概 十来张 这个 水果这块呢 我不知道这个 外边其他的超市 是什么样的价格 大家看一下 橙色还是不错的 我看到呢 龙眼是 是多少 我还看不清楚 一百 一百多块钱 还是19块8 下面是什么果 奥甘呢 是15块8 金橘是17块8 是吧 永泉秘橘呢 是9块8 库尔勒香里9块8 红色的七侠苹果 红富士 应该是14块8毛 边上另外的红富士呢 是11块8毛 这个黄元帅 是8块8毛钱 一斤 是吧 这些呢 都是论金的 还有呢 这个 现切的冬瓜 应该是2块8 然后黄瓜呢 是8块9毛9 比我这个 从外面买的 应该贵3块钱吧 然后秋黄瓜 是9块8 乳黄瓜 是11块8 说老实话呢 我从村里长大 我都不知道呢 这个黄瓜 小时候我都不知道 黄瓜可以分成 这么多种类 是吧 而且每个种类呢 还有不一样的价格 边上我看到 胶白 这个这种菜呢 是13块8 一斤 我再找一找 其他的菜 我这个 不太会操作 这个 这个电脑 尖椒呢 是7块9毛9 圆椒 是6块9毛9 就是辣椒 大椒 西兰花 是6块9毛9 白菜花 是6块9毛9 长茄子 是6块9毛9 这个圆茄子 是7块9毛9 青萝卜 4块9毛9 这个呢 什么事都标成9毛9 给人一种错觉 那好像 好像不贵 其实呢 知道这样的一个 超市标价的技巧 我还是2005年4月 在美国 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 这个跟王军涛先生 见面 他说这个 他说第一呢 是你要买一个 手机的套餐 到香港店去买 就可以了 20美金呢 一个月你随便打 就不错 第二呢 是所有超市里的价格 都给你标到 9毛9 或者1块9毛9 他说呢 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 这个直觉 1块9毛9 虽然跟2块只差1分 但是你总觉得 是1块出头一样 是吧 给人的感觉呢 似乎不那么贵 是吧 这还有紫甘蓝 是3块9毛9 白萝卜 刚才我说的 是1块9毛9 这有一个这个 比较集中的 这主要是 常吃的蔬菜了 一个写的是 快菜呢 是7块9毛9 茴香呢 是8块8 韭菜 是6块9毛9 红线菜 6块9毛9 空心菜 6块9毛9 小快菜 7块9毛9 我都不知道 这个快菜是什么 油麦菜 6块9毛9 小白菜 5块9毛9 耗子杆 9块8 菜心 7块9毛9 水洗菠菜 6块8 这个确实是 进了超市啊 进了超市呢 很少能够见到 很少能够见到 5块钱以下的菜了 香菜呢 是每一捆两块 那一捆大概 有这么多 六七根 菠菜苗 13块8一斤 香葱 11块8 鸡毛菜 9块8 快菜苗 9块8 芹菜 鸡菜 13块8 鸡毛 11块8 苦菊 8块8 后边这是什么呀 小撮 6块8 香芹 7块9毛9 青蒜 8块9毛9 蒜黄 12块8 蒜台 11块8 我前两天买了蒜黄 4-5块钱 才外头 但是在仪凯呢 就12块 前些天常规情况下 那是11块5 有个叫花叶生 是什么 我不知道 6块9毛9 水油菜 5块9毛9 蒜苔 11块8 是吧 青蒜 8块9毛9 这个 下边的这个是 莴笋 4块9毛9 大秦菜 4块5毛9 团生菜 5块9毛9 娃娃菜 4块9毛9 还有一张 大家看到了 这个蒜头是9块8 毒头蒜 19块8 葱 12块8 这是葱吗 姜 12块8 大葱 9块8 土豆 4块9毛9 水果 胡萝卜 9块8 水果 萝卜 9块8 奶油梨 促销酱 4块5 然后紫洋葱 5块8 精品大蒜 5块8 大概呢 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今天呢 其实我想讲的就差不多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呢 以海花园里边 我们的这个超市呢 一向呢 是比较贵的 我这个狗在着急 他这个平常就比外边的物价 我感觉要贵个百分之三四十 那么遇上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呢 跟平时 跟平时意海花园的菜价 没有太大的区别 应当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稍微贵了一点点 但是呢 售货员明确的讲 过两天快过年了 正常情况下 过年的时候 蔬菜呢 还是要涨价的 那么我觉得 趁着现在 还没涨太多 我们呢 好好的保障各自的生活 希望大家 吃好 喝好 过年好 谢谢